期展要講這個大題目 觀眾朋友跟您報告 亞洲每一個國家都面臨到輸入性通膨 不相信看最新的標題 就在剛剛南韓政府對外宣布 因為油價太貴 輸入性通膨壓力太大 考慮調降汽油 清油油品相關的稅付 讓大家減輕負擔 這不就期展剛剛說的嗎 政府會幫大家渡過難關 玉衡也特別講了 而我們國內何嘗不是呢 先講一下油價你看 這是因為大家打壓嘛 所以不要讓通膨太過囂張 油價現在又大跌了 超過1%以上 期展請上來 如果說我們何嘗不是呢 那是因為主計處遭受警告了 主計處說注意哦 小心國內輸入性通膨多嚴重 這個嚴重性讓數字說話 17項重要國內的民生物資 年漲3.31%創三年來的新高 豬肉 你有沒有 控白骨 有沒有 白骨湯 你就中獎了 豬肉六年半來新高 豬肉雞肉貢獻民生物資通膨率高達6成以上 醬油 牙膏95000汽油 我告訴你都是一樣創下了新高 難怪消費物價指數減升通膨率 超過八年半來新高 油價的飆漲耗不住了 經濟部還說兩招應應 不就跟韓國政府一樣嗎 幫助大家度過油價飆漲通膨的難關 是吧 是 沒錯 政府應該要做事 也需要做事 尤其是通膨高的時候 那台灣其實行政院有一個東西 叫做穩定物價小組 他的最大的就是副院長 那他是一個跨部會的 像是農委會 經濟部 央行等等的 他們都要配合一起來控制物價 避免很多價格往上走 那特別關注我們剛剛說的17項 那剛剛也講豬肉 雞肉 其實還有雞蛋 然後牙膏什麼的 你想到那些幾乎天天用得到的東西 柴米油 叫做茶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東西沒長的 對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像 例如說電腦螢幕 這種東西你不會常常買 可是你豬肉 雞肉這個常常都會吃到 所以特別關注 那九月份年增3.318 剛剛有說過 我跟你講 不要講說我們吃的 我昨天就去訂 因為我現在隱形眼鏡用日泡的 為什麼要訂隱形眼鏡呢 因為是老花家近視 連隱形眼鏡日泡都漲50塊 對啊 患無其養 對 本來是1000 變成1050 對 沒錯 因為民眾必須要維持基礎的生活成本 因為你看這些都是最基本會用的 不管你做什麼工作 你都會用得到吃飯 那所以如果這些的成本一直往上升 就表示沒有額外的支出可以用 那這個時候當然沒有辦法有其他的消費 你每天就是光生活就把你的全部錢用掉了 那你很難想像那民眾會有希望 甚至是買房嘛 對 這叫做資金排擠效果 是的 沒錯 當我柴米油鹽醬醋 基本生活費 本來只有這樣 現在標高到這樣 我怎麼可能有錢去買筆電跟手機 不買了 是 沒錯 那如果我們用一個東西叫痛苦指數來算的話 痛苦指數是什麼 就是失業率加上通膨 事實上相對於國際上來說 台灣痛苦指數其實一般來說都相對低 因為台灣的失業率都不太高 可是因為之前疫情的影響 五六月的時候失業率往上衝 最近掉了一回來還有4.2 那九月份通膨衝到2.63% 這是整體的CPI 那痛苦指數是6.83% 其實在台灣的歷史來說相當高的水準 對 所以你才會看到很多人說 生活 你看台灣經濟有多好 可是我們物價壓力也很大 那我舉個實際上的例子給大家看 如果你今天的整個家庭 家庭可能很多人 去年九月份 那你才買這些像是雞蛋 豬肉等等 這些特別關注的 三餐要吃的 三餐要吃的碰到的東西 假設因為你全家花個三萬塊吃東西 買一些零用 其實很合理 到了今年它會變成三萬零九百九十三元 所以你買一樣多的東西 通膨會吃掉你九百九十三元 吃掉你接近一千塊 所以我們來說 你收入萬一這段時間 你沒有增加超過3% 那你的支出 就把你的收入全部都吃掉了 所以你看吧 東西都變貴了 再來是基本的 我告訴你 有的家庭總開支 增加到兩三千塊錢以上 因為連衣服 花用 加油 都變貴 是 沒錯 這次還沒有增進油 這次最基礎 基本的 對 所以為什麼這時候 主義總書會告訴大家一個問題 輸入型通膨來了 而且主義總書特別要說 是因為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之前講的 油價一直往上衝 所以國際的能源價格一直在漲 那大家也知道台灣有沒有產原油 所以知道像國外買 有沒有天然氣 油 都是進口的 是的 所以買的成本就非常高 第二個是供應鏈缺口的問題 因為講一個最簡單的 像是近期 你說台幣是不是很強 日幣一直跌 可是有日系的汽車說他們要漲價 還有歐系的汽車說要漲價 為什麼 因為沒車嘛 就缺晶片嘛 你不買一堆排隊買 所以供應鏈缺口把物價也往上推了 所以才會告訴大家 你這些進口的商品 都是接下來通膨上漲的主要壓力 好 來個白板 體驗展教過大家 我們來個小複習 什麼叫做主技術警告的15型通膨 而且台灣已經發生了 這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地底下是沒有產油的 也沒有燃燃器的 我們很多東西都依賴國外進口 不管是能源 不管是食品 包括你吃的麵包 包括我昨天吃偶銀那個糖 很多的糖啦米 很多都是國外進口的 但是國外進口的這些東西 東西price全部都漲價 如果今天的糖進來漲價 一個麵包本來30塊 就要變成50塊賣給你 這叫輸入型的通過膨脹 沒錯吧 對 情況還在惡化當中 清掉之後接下來 好 是 那所以近期因為油價一直往上漲 那大家也看到油價最近有調漲 那可是這時候經濟部隊跟大家講 不用太擔心 我們有穩定措施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穩定措施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是 有亞洲鄰國最低價 這件事情 我們的油價是亞洲鄰國最低 對定的 它保障一定是最低價 那跟四個國家比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韓國 一個是新加坡 還有香港來做對照 那我們的價格一定要是最低價 那這個是稅錢的價格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你日本跟韓國加上稅 新加坡也是加上稅之後 那個油的價格會噴出到非常高 所以是稅錢價格 那第二個是油價穩定機制 那這個更厲害 是政府跟消費者一起吸收漲幅 讓油價可以平穩 我跟大家講一下公式很簡單 就是你算完之後 這個油價漲上去之後 如果我們來給白板直接化喔 就油價漲價 大家一塊吸收一點 來油 如果油價 譬如說925千 或者是955千 都一樣 這兩個 如果到了30塊到32.4之間 這個價格 政府會吸收你25%的漲幅 你這個30塊到32.4是每公升加的 好 等一下我們把單位寫一下喔 每公升你去加油多少台幣喔 那你說這個是誰吸收 政府跟廠商一起吸收 這是政府跟廠商一起吸收2乘5 是 那32.5到35這邊 他會吸收50% 吸收更多喔 對 漲幅吸收50% 那如果到了35塊以上 政府會吸收75% 所以喔 對 所以他吸收了很多 這麼好喔 對對對 所以他希望能夠幫助 他說法是這樣 因為油價漲上去 不管是民眾跟廠商都受不了 對 所以政府跟這個中油啊 這些產油一起幫你吸收 我們現在加油 因為我已經好久沒提車了 我們現在加油 大概每公升是多少錢 95啊 因為我今天加 我今天漲去加油 但我加98 但我剛剛看的95 現在是31塊 31塊 所以咯 我們現在來看是 處在這個潤酒之間 對 政府跟廠商是吸收 兩成五 對 在經濟部幫大家的是 如果每加一公升的油 漲到了35塊錢台幣以上的話 那麼政府跟廠商會吸收 七成五 對 幫大家 幫民眾加油 不要跪到不得了 是 是 是 好 這個懂了 清掉之後來接著往下看 因為呢 通膨壓力越來越大 會形成我們的生活 痛苦的實質負利率 是 沒錯 那實質負利率怎麼算 很簡單 如果台灣9月份的實質利率呢 是負的1.815% 算法就是銀行的一年期定存 那你要用定期儲蓄存款 還是定存都可以 我們用定存來算的話 是0.815 減掉9月份的通膨數據 是什麼 2.63 所以0.815-2.63 就是負的1.815 那這個負利率的水準呢 告訴大家 是我看過最高的 我印象中沒有看過 比這個還要高的負利率水準 所以當然就這個角度來說 就表示大家存錢真的會被通膨吃掉 也逼著這些高存款高自然人士 他一定要把錢拿出來做投資 好 我們這個用實際數字再說擺一點點 一年的時間 我定存領的席如果是81.5塊 結果我的通膨東西變貴 竟然貴到263塊 因此我領的席有什麼用啊 全部的物價漲價都把我領的席吃光光 我還不夠呢 這就是實質負利率的悲哀 沒錯 好 那在通膨壓力持續增加的時候 會有兩大二國 那這個是已經出現的 那另一個是風險 第一個是肥了資本家 苦了一般民眾 因為對於有錢人來說 他拿去投資股票什麼的 賺越賺越多 可是一般民眾你沒那麼多錢 如果你沒有辦法像我們前線 告訴大家怎麼投資 你沒有辦法賺到錢的話 那當然你就沒有辦法抵抗通膨壓力 對啊 一般民眾呢 黏鎖的是低的 台語有句話說 所以有錢人不怕 但是呢 這個一般老百姓可辛苦 對 生活品質會下降 那第二個是 我覺得有可能會發生 但希望不要的 是經濟可能會陷入泡沫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實質利率是負的 所以很多錢 他不想要存在銀行裡面 拿出來投資 可是如果當你投資進去 出現很多泡沫 那你當你消費萎縮 因為東西越來越貴 那你沒有賺到很多錢 那你就買不起 買不起你就不買 那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就變成我東西開始賣不掉 可是如果我不生產 我不抬高價格的話 那我會變虧錢 對啊 那這時候廠商到底怎麼辦 那他直接什麼 不生產 那不生產 減少生產 是 就沒工作就裁員了 對 開始裁員 這時候呢 經濟就會進入到衰退風險 惡性循環 所以麻煩大家了 聽仔細了 投資該怎麼因應 就在此刻 好 第一個 短線上 把握金融商品 像是我們說 有一些有題材的一些股票 或者商品可以去投資 這短線上獲利的機會 通膨概念股 金融股 是 那第二個呢 是中期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嘛 這個是輸入性通膨 就是需求 甚至是價格推升的都有 所以呢 大宗商品相關的 熱門的 油價一直漲 那等油價修正完再買 其實是一個投資機會 那第三個呢 其實就是巴菲特說的長期 因為其實你投資這個都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投資個人 那你找到更好的工作 那你的薪水增加更多 它是長期穩定的工作 所以來增加長期的收入 還有一點 如果大環境真的不好 定期定額買一些低階的 有配息的好股票也是不錯 是的 好 感謝期展 精采 感恩您了 今天就是因為 主機出了這段話 輸入性通膨多嚴重 17項重要民生物資全飆漲了 眼睛一張開 嘴巴就要吃東西了 都漲價 難怪痛苦 痛苦指數不是假的 讓數字說話 痛苦指數就是失業率 加上了物價的高漲幅度 加起來 罕見我們的痛苦指數 竟然飆到快要逼近7樓 家庭所得 每個月一整年下來 都好幾千塊的額外多支出 因此我們往下走了 通膨壓力那麼大 油價上漲更是一大因素 因此經濟部就說了 也不要過度擔心了 反正油價邊漲 接下來政府跟廠商 會幫民眾一塊來吸收一下 漲價的壓力 現在來看 政府跟廠商 吸收了漲價的壓力 大概成本是兩成五 等到漲到每公升 35塊錢台幣以上 政府跟廠商 會吸收了75%的成本 鋼琪展有化白板 接下來最後一章 為什麼會說痛苦呢 實質負利率已經證明一切了 我全存在銀行做啥呢 領了這些的席怎麼一頂點兒 東西貴的不得了 好 結果呢 席根本cover不掉 東西的漲價就是通膨吃掉領的席 因此您的投資策略 勤要稍微拿捏一下囉 因為通膨環境 現在外在環境壓力是越來越大的 以上結論 集團正確嗎 100分 感謝您了 進廣告回到現場之後 來看一下這個 金人大哥跟我說 最近的半導體股開始動了耶 但是動 原來有一定的順序跟邏輯 出現集團輪動的現象 誰先 誰後 哪個集團已經動 哪個集團即將發動呢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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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